中印边境问题 实际上是过去我们双方讨论过的 分为三块 三步走 第一步是指导原则 第二步是测量实际控制范围 第三步是最后的划定边界 第一步目前走完了 在2005年的时候 我们从战略合作关系 变成了战略伙伴关系 已经定了指导原则 第二步测量实惠 到现在还没有测量 双方都没有勘测 这一点设计的很复杂 这一步不知道拖到什么时候 当然学术界有一些观点 他们认为 现在的中印关系是变好了 因为以前你不理我 我不理你 我们就没有分歧 现在为什么 实际上两个人什么时候吵架最厉害呢 结婚以后吵架最厉害 不结婚都不吵架 你说吵架时候的关系 比不吵架的时候的关系是坏了吗 是不是结婚以后 等于人家夫妻关系 肯定比男女朋友关系更进一步 这是学术界的一些观点 当然为什么会发生这些冲突呢 印度现在标榜在世界的非暴力国度 但它其实是面子上的 非暴力的是佛教 可是佛教在印度没了 其实印度是讲暴力的 印度主体的文化就是暴力 印度是讲打仗的 特别是印度的经典里面 很多都是讲打仗的事情 很多神 包括女神 大家看这些图 这些神都是讲打仗的 有一部电影叫摔跤吧爸爸 大家可能都看过 其中提到了印度的社会的妇女问题 印度三大教派的一个就是女神教派 但是妇女问题恰恰跟女神教派没关系 因为你崇拜的女神 都是拿刀拿枪杀人放火的 所以女神教派体验的 居然还是阳性原则 实际上作为女人应该体现的是阴性原则 第一体验生育 第二是仁慈 也是从母体来的 可是印度的两大主体女神 都是杀人放火 讲暴力的 所以这一次和17年的动朗对峙 印度都没有退缩 印度的暴力倾向决定了她不会退缩 当年动朗对峙 我方的让步一定很大 也是为了解决问题 印度的立场很坚定 第一 我不打 第二 我不走 它就像一个人去你家 你踢我两脚我都不走 你在我家躺着 我粘你 我骂你 我踢他 就是好人 赖着不走 印度的性格就是这样 你不理我 我就不吃不喝 我就绝食 由此可以体现出 印度就是典型的暴力任性 那么它要达到什么目的呢 它当年的目的是不让修路 因为印度不允许小国 尼泊尔布丹脱离自己的掌控 如果东王铁路修好了 我们可以随时支援布丹 布丹就有可能脱离它的控制 说到最后 其实印度一直有个状况 大国里面 小国心态 所以跟这世界玩不了 感觉历史上它很优越 我是大国 我是宇宙中心 但是真正做起某一件事来 它特别小心眼 为什么 它老被欺负 老被侵略 咱们看看历史 我随便说 公元前 1500年前后 亚历安人来打 他被打败了 亚历安人 就是跟德国人一样的人 比如说希特勒 将我们争取听希特勒的演讲 大家能感受到一个什么状态呢 希特勒 对 除了德意志民族 他就是对印度人特别佩服 但希特勒的演讲是经过处理的 我的老师的夫人 他就是北大德语系的老师 他讲 他说 希特勒的演讲 被深度的处理了 导致你听不清楚 除非是德语特别好 根本听不清楚 他是有意处理的 不让一般人听得懂 公元前六世纪 波斯人 大刘士 居鲁士 被打败了 公元前四世纪 希腊人 马其顿 亚历山大 过来 印度被打败了 公元前一到三世纪 贵双人 贵双帝国 贵双帝国 大家不熟悉 其实它就是大周治 张谦出使西域 找到了大周治 大周治 在中国的西域境内 被蒙古人打得 跑跑跑跑跑 跑到那儿 成第一了 所向披靡一直打到印度 几乎统一了整个印度 当时大周治人统一的帝国 叫做贵双帝国 包括今天的阿富汗 印度的恒河流域 印度一样被打败了 公元八世纪 阿拉伯人 突厥人 其实是从七世纪开始 过来 印度被打败了 十五世纪开始 一五二六年到一八五七年 蒙古人 莫沃尔王朝 这是姓伊斯兰教的蒙古人 过来 印度被打败了 十七世纪开始 是西方国家 印度就是不断地被打败 但是它就是不死 它就是有这种暴力韧劲 老胡曾经分析过 印度如果真的沉迷于 美国主要的那个圈子的概念 被煽动 并扮演相应的角色 那么 将不是它战略上的进取 更属于自暴自弃 它将从此变成一个工具人的角色 其作为独立自主大国的雄心 将会被外力篡改 我们愿意相信 面对强大的中国 离境的印度 终将占上风 我是江浩克 关注我 关注更多的 好客